如果我不是用錄製的 而是自己寫的話 大概這邊會有幾個 所以第一個這個是用 錄製聚集產生的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用 錄製聚集而是自己寫的話 那大概輸出比如這個按鈕 按一下這個結果會出現 那這邊有個清除 這邊一樣輸出 不過你會發現這兩者看起來 結果是一樣的 可是為什麼要做兩個?你會發現 如果我是按這個 它輸出是輸出一串什麼 公式 也就是說把公式丟到儲存鉤裡面 第二個這個按鈕輸出的話 就是最後的結果 那兩者有什麼差別?一個就是 就是把你原來會的公式 丟到指定的儲存鉤裡面 讓它執行就對了 那這個第二個按鈕是怎麼樣 就是你先在VBA裡面先把結果 先做好再丟結果 所以這兩個 其實如果你不仔細看 根本就看不出來 反正你按下去 這兩個按完之後 其實結果都一樣 但是差別就是說一個是丟公式 一個是丟結果 那這兩種方法是比較常用的 那至於哪一種方式 比較適合你工作 你就可以見招拆招 就是說如果你本身已經寫好 寫好這個公式 那你如果想假設吧 你不想要想那個VBA怎麼寫的話 那直接丟個公式過來就OK了 所以這一招會比較簡單 就比較符合就是 你已經有一些東西是寫好的 但是下面這個方法就是 你假如說可能更進階 你覺得說這個每次丟公式 一個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它的效率會比較差一點點 OK 第二個呢 如果丟公式呢 它會丟這麼多東西 但是丟結果呢 會丟這些 所以理論上存在 Excel裡面的資料量來看的話 當然是處理完丟過來 應該會比較什麼 比較小 所以如果用丟公式的缺點就是說 它那個檔案 有一個缺點就是 會好像會越來越大 因為它會不斷不斷的膨脹 尤其你丟的東西越多 它會越膨脹越大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丟公式還要執行 有的時候可能效率會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兩者啦 但不過 如果以各位 目前現階段來看 反正都一定比那個 突發鏈剛來的快太多了 反正哪一種方法 你只要學其中一種 一定還是 會比你之前的方法來的快 那最後有個清楚 所以待會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那接下來就不是陸式聚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後面的動作可能相對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我們就是重新來過 假設我這邊 再把它刪掉 如果說我現在都沒有 那我從這邊 拖拉按Ctrl鍵 OK 第一個嘛 把這邊改成VBA 對不對 OK 那這個主要就是說 把它分開來 不然你舊的如果沒有分開 你可能原來就不見了 改過就沒有了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切到VIO Basic 直接這個就是 或者底下有顯示啦 你可以按什麼 ALT 加F11 有沒有 它這邊會顯示出來 所以你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按一下快速鍵 哎呦 不要放這邊 有沒有它會顯示 ALT 加F11 不過理論上這邊點一下也OK啦 你快速鍵 那個要不要記到 我是覺得還不是很重要 接下來的話就是要熟悉一下 就是你程式到底寫在哪裡 那我先把這個移掉好了 把這個移除一下 為什麼移除呢 我們重新寫過好了 你原來Module 1是錄製具體的 那如果說你將來 你要寫層次的話 兩個方案 一個是寫在下面 一個什麼呢 就是另外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把它分開來 兩個方法都可以 不過我的習慣是把它分開來 不然的話 如果把它放在一起 有的時候會搞混 所以怎麼樣呢 假設我第一次錄製是Module 1 第二次的話呢 再插入一個模組 就是Module 2 那你會發現這邊空白嘛 就程式寫在這邊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以後呢 你要寫VBA 你就是記得 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在模組裡面 撰寫程式 不過特別注意喔 也沒事不要一直插入模組太多個 因為有同學 就習慣一直插入模組 然後呢 發現一直插入模組很多個 最後自己寫在哪裡也找不到 也搞不清楚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其實你已經插入模組 有沒有 可是呢 因為怎麼樣 這個地方會擋住 所以我同學就一直插入 所以發現哇 一堆 如果說呢 你找不到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是這邊往下拉 OK 因為我建議 VBA的環境 它原來很大一個 建議是把它稍微縮小 成大概80%左右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拉過來 然後看一下你要寫什麼 寫在這邊 習慣上是這樣喔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環境 底下這個屬性有沒有 可以先關掉 如果你暫時不要用的話 不然的話會容易被擋住 那一樣這邊可以怎麼樣 多餘的話按右鍵移除掉 要不要匯出4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你不小心多很多個 你可以把它移除掉 那就一個module1 點開來就是這個 module2 裡面就是現在是空的 那以後要開或關 就是這邊可以把它關閉 這邊可以把它關閉 OK 你要開的話 這個是之前的路次 那這個是空白的 你就寫在這邊 開跟關在這裡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不要亂關 因為關掉之後的話 你要再把它叫出來 應該還記得吧 我上上網跟各位有講過吧 有沒有 在哪裡呢 檢視裡面有什麼 專案總管有沒有 OK 你還是一樣可以把它叫出來 關掉 記得喔 你要再把它打開 就專案總管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寫什麼 寫第一個 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希望 能夠寫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呢 把剛剛的那個 這個公式 比如說我先丟公式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 假設我先清掉它 先 假設我今天 這個部分我先不清好了 我先拿這個公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丟進來的話 那當然特別注意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開始 撰顯那個 第一個按鈕 那這個第一個按鈕的話 記得喔 插入模組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插入程序 那記得 郵標一定要放這邊 插入程序 那程序的名稱的話呢 我們叫做 假設門號 我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當然我自己取的 門號 那輸出的方式的話呢 我加一個底線好了 underline 特別是說 這個地方喔 符號部分呢 除了底線之外 其他都不要用 像之前同學很習慣用什麼 用這個減號 特別是不行 另外空白也不行 所以記得喔 如果說你要取名稱的話 比較安全的符號 逗點啦 斜線那些都不要用 只有底線 underline喔 這個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 如果你一定要用符號的話 那我叫做什麼呢 門號 用公式輸出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取一個叫 門號 底線公式 然後呢 形態 用預設的 sub 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sub就是類似按鈕 那Function的話 就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 我目前還沒講到 所以先用sub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產生了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幫我產生一個public public是共用的 也就是說你其他的專案 如果要用也可以啦 不過目前我們只有一個專案 所以沒有共用的問題 有點像網方有沒有 你把它共用出去 public 顧名思義另外有一個是private private是私有的 就是其他專案要呼叫不行 不過目前喔 應該比較沒有這個問題啦 全線問題暫時可以先不考慮 反正預設就是public 它一個sub 那名稱的話 就是門號加底線 後面有一個小刮虎 這個一定要喔 你不能說沒事 你就把它刪掉喔 這個刮虎主要是要 傳遞一些引述用的 然後最後有一個 ender sub 那這個結構 缺一不可喔 這個部分 不能說你 那有些地方不要 不行它會產生錯誤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怎麼樣 輸出公式到哪裡 輸出公式到這裡 輸出公式到這裡 先把它清掉好了喔 OK 假設我這邊清除了 那如果說我希望輸出公式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儲存格喔 在那個BBA裡面呢 這個儲存格物件喔 它有固定的用法 叫Sales C-E-L-L Sales加S Sales指的就是儲存格 OK 那儲存格的話呢 加一個錢瓜糊 欸錢瓜糊 他問你說 請問一下喔 為什麼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一定要加S喔 那指的就是說 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的儲存格的集合 那 瓜糊表示說呢 這個裡面的你指的是哪一列 欸特別是他問你說哪一列 所以記得喔 你先給他一個列號 比如說第四列 豆點 欸豆點之後你會發現這個反黑有沒有 這邊有color index 問你說那請問一下你要輸出的是在 第幾藍 那第幾藍 那第幾藍有兩種表示方法 你可以輸入五 或者是另外一種是輸入一 但是一是藍名喔 名稱的話記得前後加雙以後 輸入一個一 OK 那我比較推薦喔 是用這個方法 主要原因是因為那個比較好記 尤其是比較後面的像 像什麼U啦 Y那這種X 你還要再數那很難數 所以你乾脆用名稱會比較簡單 那瓜糊之後的話呢 特別是後瓜糊一下 等於 等於這個後面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VPA裡面的規則喔 請特別注意喔 東西一定是從後面丟到前面去喔 所以這個概念跟以前你那個算數不一樣 你1加1等於2放到後面去喔 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所以特別是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 那我要丟什麼東西呢 如果我希望丟一個 記得一個字串 雙引號 先給雙引號 那裡面的話呢 目前是沒有東西啦 如果我今天希望丟什麼 丟一個公式 那我就切到這邊喔 把這個公式喔 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一下 如果你希望呢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記得喔 就是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直接貼到這邊來 貼到雙引號裡面就對了 原來要輸出 不過請記得喔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喔 欸 特別注意喔 這個字串裡面喔 它裡面也有字串的符號 那會產生一個問題 VPA本身已經有那個雙引號了 可是裡面也有雙引號 會發現一個問題 它會搞不清楚 是Excel裡面的那個雙引號 還是VPA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貼到這裡面喔 移開的話 它會出現這樣的錯誤 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發現那個編譯錯誤 那為什麼錯誤啊 就我剛剛講的 因為你貼上這個公式裡面 有很多 有雙引號 可是VPA本身也會用到雙引號 所以這個符號變成怎麼樣 欸 它無法分辨 所以呢 記得喔 如果你要將來要輸出公式的話 還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先把它感受一下 就是你要貼上 在雙引號裡面之前 你給它注意喔 如果你那個 你剛剛的公式裡面喔 如果是有雙引號的情況 像這邊一堆雙引號的話 請記得喔 你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改成兩個 兩個才可以喔 這邊先取消一下 記得要兩個才可以 就是貼上這一串有沒有 只要是你貼上的這一串裡面 有雙引號的話 那你就要變成怎麼樣 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OK 反正你看到這雙引號 你就要把它變兩個 問題喔 以前我就是從頭改到尾 後來發現實在太麻煩了 而且很容易出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漏掉一個就不對了 所以喔 交過一招 其實喔 一個變兩個嘛 最快的方法是怎麼樣呢 記事本 或者握的也可以吧 貼上之後怎麼樣 編輯裡面不是一個什麼 取代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一個 變成兩個 這樣OK嗎 這樣最簡單的 因為以前都乖乖的傻傻的 就一直改一直改 你發現改完之後好像還是會漏掉 那如果你用這一招的話呢 保證不會錯 為什麼 取代完 因為電腦其實我覺得還蠻 要不就是做對 要不就做錯 他沒有那個做一半的 人會 人可能會漏掉 所以用這個方式我覺得是最簡單 記得喔 用那個記事本 或者你找不到記事本 你用握的也可以啦 握的裡面有取代嘛 那取代的話呢 你取代一個變兩個喔 Ctrl H 一個變兩個這樣OK了 然後呢 取代完之後再把它怎麼樣 複製 那一樣喔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這個算號裡面 OK喔 這個算號裡面把它貼上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個公式丟到 這個的話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然後可以不用存檔 就是幫我把這個公式呢 丟到這個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它就可以握格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邊呢 那你執行的話 特別是優標一定是放在這個sup裡面 按一下執行 就上面這個play 有沒有 這個執行喔 那它就會怎麼樣 幫我把後面這一串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如果會work的話呢 表示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喔 它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丟到這邊來 那這個呢 實際上就指這個儲存格 那你會發現目前就看到結果了 它丟過來呢 會順便幫你按個enter 就自動執行喔 ok 但是呢 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已經丟一個了嘛 那底下還有很多個啊 那怎麼辦 其實 幾個方法啦 其實如果用推理的 你可以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 在enter嘛 貼上之後 如果他跑過 過頭 貼上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改成5嘛 對不對 那後面的話呢 只要看到4的話 就把他改掉 4的話把它改成5 這把它改成5 ok 那改成5之後的話呢 你再去執行一下 會不會ok呢 執行一下 出來了 6的話呢 再改 7 總共到103 那不對啊 你想說一直改 那這樣不是改一堆嗎 那如果你有1萬筆之下 你不是改不完 所以後面的話 你可能要學第二個東西 就是叫回圈 那所謂的回圈 就是重複幫你做事 那回圈大概會有兩種 一種是有一定的範圍 比如說從第4列到103列 另外一個是條件 當什麼條件發生了 就去做 但是如果不是發生了 就跳離了 ok 所以呢 待會我們會講一個就是範圍回圈 就for回圈的意思 那你就可以把回圈加上去之後呢 再去執行 那整個就完工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就是自己寫的 跟錄字句集不一樣 那錄字句集好處是什麼事都不用做 程式也不用寫 但缺點就是說它沒有彈性 變成說呢 錄完就是那樣子了 ok 那如果說你要有彈性 你要客製化 欸 特別注意你可能要自己來撰寫VBA了 ok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最基本的就是 第一個喔 記得先插入模組 所以我把它放在module2啦 只要放在不同module 第二的話插入程序 就是這個程序 名稱叫門號公式 然後呢 請你試著把這個程式打上去 程式沒有幾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那這些很重要喔 記得要 除了要會之外 也要熟悉這些規則 因為喔 往後 最簡單的方法啦 如果你已經 會寫 已經寫了一些 這個 公式 那如果你要跟VBA做連接的話 其實用這個方法是非常簡單的 喔 待會呢 你再配合回圈 那你要做的事情呢 之前寫過的公式 馬上就可以變成VBA了 按鈕按下去 就自動幫你執行 OK 那只是說 特別注意就是 你要先學會 可能裡面最重要的第一個物件 叫Sales Sales記得喔 C-E-L-L-S喔 OK 加S 那瓜糊 第一個是哪一列 第二個是哪一欄 那後面等於就是 把公式放進來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 那待會的話呢 這做完喔 就是再把它 加一個回圈 那基本上就大功告成喔